我問一下這個林常佐 這個現在區域立委的選情 真的受到各式各樣的政治操作跟攻防 而有所影響嗎 其實老實說 我們很認真的在講這個夾到手的事 就讓我很難嚴肅下來 就是這真的是一個很奇特的狀況 就是過去幾次選舉到了這個階段 當然一定也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新聞 但是low到這種狀態 我大概我的印象中大概沒有看過 那我想說也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各位看一下這個鏡頭 我的小指 右指的小指比左指還要明顯厚很多 原因是因為我右手的小指 有一次被重鐵門夾到 我想這個在座各位 可能沒有遇到這麼嚴重 就是我夾到以後血直接噴出來 然後去看醫生 醫生說這就跟你拿狼頭 直接把一個核桃敲碎一樣 所以我那個指頭的骨頭是碎裂 然後所以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我右指腹炎以後到現在還比左指還要厚 我沒有進去重症 我也沒辦法有氧氣罩 我一樣在醫院外面 急診室排隊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這個處理以後 一直排到最後 大概排幾個鐘頭 醫生才幫我縫針 但是也不是躺成這樣然後幫我處理 沒有 小傷通常沒有病床 小傷就是你有椅子讓你在旁邊等就很好了 急診有時候連椅子都會刻滿 我急性常言八個小時就躺在那邊 很多人刻滿的家屬只能在旁邊走到就地而坐 或者什麼樓梯間坐 所以我那一天 那一天在跑行程的時候 聽到的時候 我想說我那個時候手指頭是 是整個噴血 然後是像狼頭敲 所以醫生跟我講的 所以我問他說我這手指頭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那時候是慘不忍睹 是血肉模糊 他說你就想像用一個狼頭 把一個那個核桃敲下去的結果 我那時候聽到我真的是 那個整個冷汗直流 我想說我這小指救的回來嗎 所以看到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以為說哇他是不是手斷了 就是說是不是是怎麼樣是被一個鐵捲門捲到 還是是怎麼回事 結果我來看說 我來看說還可以拿出來 哇 然後還是一個手是一個完好的狀態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即便是國民黨我也沒看過 有急到這麼急 就是說我們如果這個平心而論的話 我覺得他們一定是很急 急到必須要做出一個很誇張的事情 看有沒有辦法去扭轉那個選情 那但是那個選情的很多的這個 這個負面的狀況是候選人本身 是韓國瑜本身帶來的 不管豪宅案啦 沙石案等等 這個東西現在已經不能換人了 你不能扭轉 那唯一可以扭轉可能是吳思 吳思淮的這個事情嘛對不對 但是即便吳思淮這個事情 看起來也沒有任何可能說 他自己說他不要 他到時候會辭職嘛 就即便是 剛才我們提到吳怡農 吳怡農其實最近一直在跟我討論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是出來呼籲國民黨說 國家安全是台灣人民共同的事 是不分黨派的 下架吳思淮這件事 不應該是只有非國民黨的人在喊這件事 有沒有可能國民黨裡面 包括像吳怡農的對手比較有良心的話 乾脆就一起出來喊說你到時候會辭職 那說不定一起來保護國家安全 可是我當然是跟怡農講說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比較 那個比較困難 比較天真啦 我不太我看國民黨走到今天 不太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就是我只是要講說 所有剛才講的這些累積下來的事情 都是你們國民黨自己不處理啊 你們會變成這麼急 然後做出這麼ㄎㄧㄤ 這麼low 這麼 我在過去這麼多的選舉 我們投過票那麼多次沒有到最後選舉 一個月在討論夾到手的這件事 然後所有的人群情激憤 不是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一個 很棒的公衛的公共政策 而是因為一場很難看的戲 笑都笑不出來 我那一天在我前兩天 昨天在我自己的選區掃街 有個小朋友他手也是夾到 我我變成沒有辦法很正常 跟大家有一個互動 我差點又要開他玩笑說 要不要叔叔幫你趕快去送那個重鎮 那這是這種玩笑是不能開的嘛 我當然是要秀秀 但是那小朋友很有勇氣啊 就這樣子 要這個含著眼淚就 不痛不痛就這樣 但是我怎麼跟他講說 但是我們有一個立法委員是進去 重症病房然後用氧氣罩照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國民黨今年連在台北市 這個天龍國最藍的地區選情都受到傷害 我自己的民調 其實在吳思淮這個事情還沒有蔓延之前的時候 就已經是只有輸這個叫做誤差範圍內 但是這兩個禮拜我相信 所以你跟領域方是五五波 我相信這兩個禮拜因為吳思淮的事情蔓延出來 然後再加上這個禮拜馬上剛發生的這個雙城劑以後 我認為我們應該是在五五波的狀況 甚至於如果要領先的話也是在誤差範圍內 但也就是說我其實是認為 不管說國民黨裡面有一些人在講的 或是說我們自己這個友軍之間在傳的 就是說從吳思淮案到雙城案這邊 讓他們的區域立委跌了3到5% 我覺得這是應該是從客觀的數字來看也是有可能的 我問一下這個場所怎麼觀察小黨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現在慢慢的看起來應該是到了選前之前 這個藍綠越來越緊繃 所以有一些小黨本來他之前的這個民調的數字 應該會慢慢的再下滑 那這個大概也是過去幾年有政黨票之後的一個趨勢 那你從時代力量離開 我今天看到的時代力量3.4% 也是我這一波看到的相對低的數字 幾乎是最低的數字 我今天看到民眾黨也破底 時代力量也破底 對這當然也是不一樣的這個民調數字 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這個結果 但是趨勢是一致的啦 就是越接近投票日的時候 小黨他的這個數字通常會越來越低 那低的原因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那個最最重要的選戰的這個焦點 還是總統大選 所以總統大選越緊繃 那他就會讓這些這個 投向大黨的這一種可能性是越強的 那當然剛剛韓國瑜 我們在講韓國瑜 他當然是一個很特例啦 因為一般會期待說母雞的票 應該是要比政黨票還要多嘛 那這個當然一個相反的狀況 我們這是一個比較特例 但是那個緊繃度會在 討論度也絕對是總統的會遠地其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趨勢是這樣 那只是要講說 我認為最終過去幾年長期看下來 政黨票非國民黨非民進黨加起來 大概就是10%到13%左右 加起來以後就是有限這樣子 對那所以我認為 因為就是說緊繃到最後 還是決定要投給小黨的 大概加起來是10來% 那這個10來%到底 像上一次的話當然是說 5%多給 時代力量6%多給 親民黨嘛 就是這樣嘛 大概是這樣 那以前的話就是 也曾經是台聯拿到這個8%多嘛 親民黨現在是拿5-6% 所以大概這個就是一個 我認為就是差不多12-3% 的這個狀態 就再怎麼緊繃 最後還是會有10來%的人